它变异完后长得就比较离谱了 猪头猪身 名字就叫蜘蛛猪 白天好像不会主动攻击玩家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杨默的白宝箱 本期要介绍的模组是 变异生物 相信不少玩家都玩过吧 是一款老模组了 不过现在它更新到了1.16.5版本 也添加了一些新的变异生物 终于可以在高版本玩这款模组了 想让生物发生变异 就需要一瓶变异药水 先让这个墨影人来变异一下吧 看来是想摆脱药水的束缚 但是为时已晚 它已经成功地变成了一只 强壮的模组人 可以看出来 它现在的腰不是很好 蜷缩着身子 手臂倒是变得挺长 而且变异后的模组人 可以无视南瓜头盔 看它眼睛 它照样会攻击我们 瞬间就把我给制盲了 说实话 还是挺难对付的 它的攻击方式呢 也有很多种 首先是引分身之处 直接化成为多个分身攻击对方 可以说是非常难对付了 其次还有一个吼叫的攻击方式 也不知道有什么伤害 可能是恶抽攻击吧 还会多长出一双手 然后用力地拍向对方 并产生强大的爆炸 击飞铁傀儡 当被击败后呢 就会把周围的人 给吸过去造成伤害 并掉落很多的 墨影珍珠和墨影之眼 第二个就是猪 也可以发生变异 它变异完后呢 长得就比较离谱了 猪头猪身 名字就叫蜘蛛猪 白天晚上不会主动攻击玩家 它的攻击方式呢 是用屁股来撞玩家 还有几率吐出猪丝来困住我们 移动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当然 它还会攻击自己的铜类 顺便把铜类变成蜘蛛猪 哎呀 这不是寄生感染啊 这就给铜化了 虽然说发生了变异 但是刻在DNA里面的基因 还是没有变的 依旧喜欢胡萝卜 所以我们拿着胡萝卜吊肝呢 它也会跟过来 第三个是变异苦力怕 这个苦力怕的造型呢 大家肯定都看到过 它的攻击方式并不多 主要是跳下来产生爆炸 以及召唤小苦力怕来攻击我们 被击败后呢 就会产生强大的盈力 把我们都给吸过去 打算来一波同归于尽 最后这一下的爆炸伤害 是非常高的 不过 你有个盾牌的话就没事了 第四个是变异骷髅 它的攻击距离非常远 主要是以弓箭进行射击 当玩家靠近它 就会被它给一拳打飞 感觉还是挺难对付的 打败它后呢 会直接原地散架 后悦加成 第五个变异僵尸 大家肯定也都看到过 个人觉得它的攻击方式 很像绿巨人呢 说实话长得也挺像的 总体来说呢 还是非常凶猛的 还有啊 要是击败后没有及时处理 等一会儿它会重新复活 就非常的离谱 所以这边建议您 就直接就地活化 然后呢 就会掉落一把锤子 这把锤子呢 就类似于变异僵尸的技能 可以把生物锤飞 但是挺亏累除外啊 说到武器呢 还有一个魔影之手 我差点给忘记介绍了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第一个技能 就是瞬移 而且可以瞬移的距离非常远 好像是128个吧 第二个技能呢 是可以把方块拿起来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还可以把方块给扔出去 能对敌方造成伤害 那么这就是本期魔祖的 所有内容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